按右鍵,顯示位置裡面有個內容 你會發現底下會有個內容的標籤 如果要更改文字的話,請你在哪裏呢? TES的標籤這邊去更改 我大概打個字好了 歡迎來到 大概打一下 類似像這樣 OK,Enter Enter之後字就過去 那字的大小的話,原則上 這邊有幾種那種 比如說我這邊30好了 後面你的單位你可以是dp Enter,你也可以 另外還有所謂的sp跟px比較常用 一般比較建議 在Google的說明文件裡面 比較建議是用dp或者sp 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實際上sp是相對的,相對的大小 所謂相對大小就是說 你在不一樣,即使不一樣的手機 上面看到可能有3.2吋的 或者甚至再放大一點到4.3吋 它看起來只有放大縮小的差別 位置都不會改變 就是用sp,所以他會比較建議 如果說你是用另外一個叫ps ps就是pixel,pixel就是像素 像素會隨著怎麼樣呢? 它是絕對的,它多大就多大 也就是說你可能在小畫面上面看到很大 可是可能你在大畫面上面變很小 大小會有改變 所以建議盡量不要用px 用sp或dp其實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我們用sp 再來的話 color部分顏色,比如說底下這邊 我把它改成藍色的 藍色是什麼呢? 00000FF Enter,這樣的話就藍色 至於其他顏色